远古城我们进来了 我们要把这个坚守者给它干掉 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和它起冲突啊 需要做一个保护措施 直接和它硬钢的话 我觉得肯定是打不过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石头把自己围起来 然后呢躲在一个小房间里边 它虽然说这个冲击波可以远程攻击 但是只要它和距离够近 它是不会使用冲击波的 好的这样就好了 我们中间留一个缺口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坚守者吸引过来 我们可以在这边射箭 哎看到没有 我们只要把这个箭射过去 这个优逆感测体啊 监测声音这个东西 它就会竖起耳朵来 然后把这个信息传达给监守者 监守者呢就会出来 你倒是出来呀大哥 为什么还不出来 难道是我这个距离太远了吗 要不然我们直接冲出去吧 看一下 走出去勾引它一下 不过我们也不能走太远啊 走太远的话 被这个黑暗的buff一包围 我们可能找不到我们的庇护所啊 就在这边吧 跳一跳 哎蹦蹦跳跳 唱跳 把这边的石头挖一下 把它吸引出来 快来吧大哥 为什么还不来 这样吧 射几件 快点快点 哎 我听到声音了 来了来了 兄弟们 哎 我来了来了 快跑快跑 回去回去 赶紧回去 要不然我回不去了 OK 我们在这边等着它过来啊 它应该是会出来的 在这边等一会儿 现在我们看不到它 因为四周太黑了 怎么不来呀 兄弟们 难道说这个距离太远了吗 那要不然我们就在这边吧 我们把这边插掉 把这边当做一个庇护所 在这边吸引它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把这边挡一下 挡得严实一点 千万不要让它进来 来来来来来 出来出来快来 哎 这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我们就在这个 优逆感测体的附近 赶紧回去 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哦 我好像听到了 它破土而出的声音 这一下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我们在这边等一会儿 哎 它来了 我看到了兄弟们 先用弓箭啊 把它的血量先压制一下 我们现在有个傀儡 紧急的时刻 我们可以把这个傀儡派出来 让傀儡和它打啊 吃一颗金屁果 我们在这边等着 来 哎 别跑呀 哎 它怎么跑了呀 哥 别别别 大哥 大哥大哥大哥 让我一命 它怎么从上边进来了 哎呀完了 难受呀 它从上边进来了 我上面没有挡住 我们再来 我们这次把它吸引到这边 我们在这边射它 把它吸引到我们第一个庇护所这边 哦 应该要来了吧 我们先下去啊 在这边等一会儿 哎 它怎么不来呀 难道说 它被这个羊毛卡住了吗 不应该吧 过来呀 哎呦 哦 好疼好疼 它好像被羊毛卡住了 兄弟们 不行 我得出去干它了 现在它出不来 只能用远程的攻击波来打我 我们直接和它正面硬钢 我们现在还有六金屁果 应该够了 来吧 不要惧怕 兄弟们 干的啊 来 把这边挖凯人的出来 来呀 打你 哎 它好像出不来 它三格高啊 兄弟们 那好 我们就在这边打它 它五百滴血 我觉得应该可以打得过啊 现在这把剑的攻击力很高 而且攻速也够快 在这边一直削它 二百四 哦 吃颗金屁果啊 稍等一下 吃颗金屁果 别别别别 OK 再打它 OKOK 继续继续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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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半滴血了 我估计要没了 算了 这个金屁果就别吃了 血量是回不上来的 我们再来一波啊 五十六滴血 差不多了 兄弟们 把最后的击杀时刻 留个够的傀儡 揍它 和我一起打 打它呀 大哥 它怎么不打呀 难道说这个监守者 是它的大哥 OK 我们自己把它击杀了啊 这个傀儡啊 关键时刻没有用 OK 它掉了一个心脏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心脏 来开启这个 远古地下城的传送门 然后呢 就可以进入 另一个维度 据说地下城维度里面 的好东西特别多啊 我们现在先找一下 这个远古城的传送门 在哪边 好了 看到了 兄弟们 我们直接从这边过去 这边有羊毛地毯的话 我们不用信仪 但是没有羊毛地毯的时候 我们要蹲着走 以免把这个监守者 又吸引出来 一个地下城里面 有很多监守者啊 并不是杀了一个就没有了 还有很多 先来把这个 优逆感测体给它挖掉啊 我们要开启 这个远古城的传送门 需要做很多工作啊 如果这个声音比较大的话 也是开启不了的 先把这个优逆感测体挖一下 小心一点啊 兄弟们慢慢地挖 挖一个之后 我们稍微停一会儿 以免把这个监守者吸引出来 OK 没有关系啊 继续 哎呦 还是被发现了 兄弟们 我们先搭高啊 这点动机它应该出不来 我们先搭高 上去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藤麦拆掉啊 如果这个传送门的框架 被这个藤麦覆盖 我们是无法激活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藤麦 先给它拆掉 好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兄弟们 OK 我们成功开启了这个 远古传送门 我们先去看一下 另一个维度是怎么样的 据说这里边的好东西 真的是特别多啊 可以过去看一下 OK 来了 目标已达成啊 但是看不懂 好 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但是为什么这个黑暗效果还在呀 这个有点难受啊 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吧 可能走的远一点 就没有这个黑暗的效果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也是一种矿啊 看一下 哦 没有掉落 那这个东西应该需要精准采集 哦 它会发光 可以啊 再试一下 哦 挖不掉 那就算了吧兄弟们 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 看一下能不能摆脱这个黑暗效果 为什么这个黑暗效果还在呀 兄弟们 太难受了 哦 这是什么啊 虫子 这个东西有点可怕啊 像蜈蚣一样 哎哎 这个东西好恶心 而且它会发光 看到没有 还有幻翼 哦 我想起来了 兄弟们 我们做顶级装备的话 需要幻翼膜 所以这个幻翼我们需要打一点 但是我感觉是黑暗糊的 我也打不过啊 直接把我的这个 人形傀儡派出来 哇 它这附魔装备也会发光 哎 很不错啊 别往下走 小心掉下去啊 快快 先把它拿回来吧 算了算了 这个东西有可能掉下去啊 我们把这些东西自己解决一下吧 这些小怪的话 我们自己也可以解决啊 不必劳烦我们的傀儡 OK 解决了骨功啊 掉了一根骨头 类似于骨头的东西啊 这个幻翼在晚上 黑乎乎的 也特别恐怖 再来 哎 哎呦 看不清呀 哦 好 我捡到了一个幻翼膜 难怪其实并不知道 进入这个维度之后 也会获得一个黑暗的效果 如果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带一些牛奶过来 有了牛奶之后 这个黑暗的效果应该就没了 这边应该又是一个新的维度啊 还有这个油泥感色体 不会这里也有接受者吧 应该不会啊 小豆板 我再探索一下 我又看到了一框啊 这个框我也没有见过 蓝色的 哇 这个英文名啊 看不懂 直接连锁采集 这是青金石 这个东西 这不是骗人吗 就 完了 竟然是五指头 为什么会在下边也有啊 也是五百地区啊 哇 这也是一个大帽子 完了完了 打不过 哎呦 这个维度 真的是有点困难啊 我还没有找到宝箱 哇 太难了 知道吧 我们回家备些牛奶再过来吧 来来来 我们回家之后多做些铁桶啊 带很多很多牛奶 这个维度里边所有的宝藏 我们全部都要 这边有僵尸啊 先把傀儡放出来 让这傀儡先应付一下 我懒得搭理这些小僵尸 他们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威胁啊 我们去找牛 打一些牛奶 牛牛 哦 这边有牛啊 我们多打一些 十六桶我觉得都不够 我们有钱一盒 可以多装一些牛奶 来吧 把所有的牛奶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回家再做些啊 这些牛肯定是不够 家里边的铁钉只剩下三十五个了 铁哥 对不起了 傀儡给我上 打他 保镖快打 哎 一刀几剧可以要求的吧 再来装十二桶牛奶啊 我们继续出发去远古维度 我继续出发去远古维度